文字动画的设定 来各位看一下 我手指头点在这里 就被选到它 完电脑第一个手折是先选举后处理 点到它可以做什么呢 我可以把它剪下 可以拷贝可以删除 那如果是中文字可以设定直数 对不对 注解来讲 一般来说是什么时候做用注解 如果是两个人合作的时候才会用注解 你只打你的名字 我觉得不够 我们这两个人来做 你应该挂名 我也把名字放进去 注解就是在做协同合作的时候才需要做注解 我们可以试一下看看 点一下注解 就出现在这里 看到这个吗 一个框出来 然后打个简单的 好 打个 我切成 打两个字OK就好了 OK 好 再点完成 这什么意思 如果另外一个人 不好意思 你挂这个名字 你太小气了 我们一起做了 怎么会出现你名字 你应该加两个名字 你听懂吗 什么这种注解 当这个简报是两个人协同合作的时候 才需要去做注解 如果都是你自己做 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的 OK吗 所以如果两个人协同合作这边呢 他就可以同时编哦 这都同时可以编 来 那我这边就 我们先留着一下好了 我也不把它删掉 接下来我们再点击它 一定要点到它哦 来 这个了解了 那连结呢 就是 比如说可以连网站 我们来看动画效果吧 动画效果 当我点动画效果的时候呢 这边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是进场动画 它叫做加入构建进入 那在原地做 原地动一动 叫做加入动作 那这个字要让它消失 是使用这个 好 进场动画 来我们点一下吧 第一个点进来 好 我让火花出现哦 点了 那就可以看一下效果 那我们这个文字就火花出现 老师 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 好 这边突过来 这边有其他效果 有看到吗 这些都是哦 好多哦 它的效果一直都来说 都很不错了 那像这火焰 我觉得也不错了 换一下 变成火焰的方式 火烧起来 烧完以后 我明明就出来了 好 这个闪光灯泡 哦 这效果是都还蛮炫的 哎 老师 是有这个natural也要啊 好来 那做完以后呢 来来 我建议你先把这件事情 先丸子 先点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 你设好了吗 简单先设一个 点叉叉 接下来 进场的动画 已经完成 叫闪光灯泡哦 来 请你老师先随便先选一个 接下来我们来做什么 原地要做效果 叫做加入动作 所以我这边再点一下 好 当它进场完以后 你想做什么事情呢 我希望它呢 摇动一下 或跳动一下 这边都可以 都可以设的 颜色就是这个紫色的 那我让它摇动一下好了 就点这个摇动 那看一下吧 哦 这叫摇动 不喜欢呢 跳动看看怎么样 点它一下 哎 我还是不喜欢闪烁一下 好啦 就这样闪烁一下吧 那这边呢 一样结束完以后 假设你确定完 就可以把这个点叉叉 关闭 就结束了 再点回去哦 箭头这里 所以我们完成两个动画 进场动画是闪光灯泡 原地做效果是闪烁 对不对 接下来 你要不要这个字离开 如果不要离开 如果是通常标题 我们不会让它离开 那这是我标题干嘛离开 OK吗 如果要离开 我们也设一下吧 这个加进去 东西就会消失哦 物件啊 文字都一样 来点一下 你要怎么让它消失 我这是希望用什么 飞出去好了 再点 那就看一下效果吧 就这样飞出去 如果确定没问题 点这里 就完成了这个 如果全部做完的时候呢 右上角点哪一个 完成 就完成了这个动画 走过来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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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